我可以保护你的 不需要别人 打醋坛子 我不是吃醋 你不是不喜欢小动物吗 可是你喜欢啊 你确定他在这儿吗 我叫了半天他都没出来 放心吧 我查过了 猫粮的味道对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小刺猬 小刺猬 你是不是饿了 出来吃饭了 小刺猬 小刺猬 你在这儿呢 晴晴 多吃点啊 我吃 每天都给你带点好吃的 好好看 小刺猬 不是说了别逞强了吗 我先送你回去 没事 我避开一点就好了 有你在 我不怕的 有事随时救我 好的好的 大家快点啊 谢谢 小刺猬 来 小刺猬 来 小刺猬 徐主播 咱们那天 动联会不是已经直播过了吗 今天又要拍啊 这不是直播的反响非常好吗 电视台准备趁着联合训练 再做个一系列的录播 再说了 不能只让年轻人在网上保眼符吧 对 也得照顾下我们传统的电视观众 是 让他们也感受下你们这些年轻的 有活力的运动员的风采 嗯 一会儿给你几个特写啊 谢谢 走 海亚大学设计队东迅第二弹日常来了 今天我会带大家来参观东迅基地 那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在拍摄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工作了 放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碧 借用你们的主播一点点的时间 马上回来 小棠 再来一起吧 徐老师 这次只是台里录播 跟上次直播不一样 不需要我配合 我觉得我自行直播就可以了 小棠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全天候训练本身就很枯燥 我觉得我们要在中间 加一点趣味性 比如中间插播一个采访什么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是不是 对 设计彼此 沈队长 放轻松 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 如果你再来调事 以后就不一定有机会见面了 你 你 你 年轻人 到底是年轻人啊 说话完全不给自己留余地 怎么样 没事 我就是练一下深呼吸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我想跟小次说两句话 我可以保护你的 我可以保护你的 不需要别人 大醋坛子 我不是吃醋 我是怕别人保护不好你 干扰训练嘛 肯定要比平时的训练更乱一些 不过这些都是有专业理论指导的 干嘛呀 你管我 我来 我来 不好意思大家 手机没电了 等我充上电再为大家开播 拜拜 我到了 姐 我上个厕所啊 播完了 我觉得大家状态都不太好 所以不想再继续播了 如果能再继续这一次火锅连移什么的 给大家供我劲儿也挺好 你之前写的那个人民卡片 效果挺好的 但是你只写了他们的优点 没写缺点 我知道了 我这又去给你写 来 这些都是我在日常直播里观察到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疏漏 还有啊 你不要让他们看到 不然大家会以为我在说坏话 放心啊 不会的 扬州 他怪力乱神真这么厉害 这个扬州吧 这个扬州吧 成绩一直在中有 所以经常寄托于玄学 不过 这种问题应该很难解决吧 优点 很老实 爱好 喜欢对着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你想到办法了 喂 汤兴 小刺 你在哪儿呢 我去现在去找你 我 你在哪儿 我现在 不用了 这不晚上午饭时间了吗 我就不回去了 好吧 那下午见 下午见 去吃饭吧 走路不客路 撞了人是不是应该先道歉啊 个儿太小 没看见 会不会说话 我跟你说你别碰我 能不能别闹了 什么叫没看见啊 你诚心的吧 赶紧道歉 不是有你俩什么事啊 老汤是吗 你这么老汤 你们在这儿聊天 还不让人走路了 我看你从那边走过来 就碰到路了 现在 道歉 干吗呢 拉偏价 欺负我队员是吗 没事吧 我说沈静元 你要是过于嚼劲了吧 你已经横得 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了是吗 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是谁 你心里没点数啊 有你什么事啊 你是谁啊 话那么多 不如拿出点真本事 咱们正经比比 邓小 比 行 比就比嘛 不就是比团队嘛 不就是抗干扰嘛 行 那咱们就真枪实道地比一下 是吗 是非 等一下 怂了吧 我怂什么 我们队今天还有日常训练没完成的 一会儿教练要来检查 我是队长 我得负责 也正好 给你们点时间和机会 再多练习也行 马上不就考核赛了吗 咱们到时候走着瞧呗 走着瞧就走着瞧 你这种自私的人呢 在练也只能顾着自己的成练 不像我们有沈队 沈队还能指导我们是吧 对 行 沈队帮我看看我给刺客来 走